一个网友分享了一个真实的经历 非常值得一听 有一次他在餐厅看到一个妈妈和女儿的对话 母女俩面前的盘子里只剩下两块肉了 有一块大的有一块小的 妈妈就问他 这两块肉我也想吃一块 你是把大的给我呢 还是把小的给我呢 这个女儿说 我把小的给你吃 因为我想吃大的 这网友看到这一幕之后 第一感觉是 孩子真是太没教养了 一点都不懂得尊老爱幼 他觉得这个妈妈肯定要好好地教训这个孩子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个妈妈非但没有责怪他 反而非常开心 表扬他说 嗯说宝贝 你做得对 你记住了 所谓的分享 只是把你多余的东西分享给别人 而不是把你本来就想要的东西分享给别人 从而委屈自己 这个网友听到之后呢 瞬间就感觉信仰崩塌 但是回过神来之后 又仿佛觉得 这个妈妈说的很有道理 其实我们的文化一直在强调 在熟人面前 比如亲戚朋友 邻居同事 在他们面前一定要克制 一定要牺牲自己 以求得到对方的好感 以得到群体的认同 用一个字形容呢 就是要装 用两个字形容呢 就是要虚伪 可是这会导致没有边界和无谓的牺牲 一个正常合理的思维应该是 我的东西 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不能道德绑架 如果我自己都不够用 那我凭什么分享给你呢 从小教孩子懂得分享 貌似是防止孩子自私 但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私 正确的方式是告诉孩子 别人没资格惦记你的东西 你也不要去惦记别人的东西 今天为什么聊这个呢 因为我自己的儿子就曾经差点误入歧途 我儿子还小的时候 好几年前吧 有一次我带他去看演出 为了让孩子看得清楚一些 我买的比较好的位置 结果到了之后呢 我发现我们俩的座位被一对母子给占了 我当时是挺有礼貌的 我跟他说 这个座位是我们的 你们是不是做错了 没想到那个女的瞟了我一眼 若无其事的说 是啊 我当时都震惊了 明知道自己做错位置了 还说的这么理直气壮 我说那就麻烦你让一让吧 没想到他说我们的位置太靠后了 看不清楚 孩子小个头低 坐在后面座位看不见 他儿子看样子应该比我儿子还小一些 我刚想质问他这是什么逻辑 没想到我儿子拉了拉我的手说 他说我们去做到他们的位置吧 老师和妈妈都教我们要懂得分享 要学习孔容让离 咱们的位置让给他们吧 咱们去坐后面 我跟我儿子说 该让的让 不该让的 不要让 然后我就跟那个女的说 不好意思 请你们回到你们的座位 那个女的说 看演出不都是随便坐的吗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矫情呢 我说那票价都不一样 凭什么随便坐 没想到那个女的说 既然坐都坐下了 那就这么着吧 我一听就来气了 我说那你晚上睡着 既然都闭上眼了 那你就直接拉火葬场得了 早上也不用订闹钟了 我说你明知道孩子坐后面看不清 那你为什么不买前面的座位 你买了后面的座位看不见 关我什么事 凭什么坐我们的位置 就凭你脸皮厚吗 再不走我就叫保安了 我这个人呢 平时看起来总是嘻嘻哈哈的 但是真跟别人争论起来 我就从来没有服过谁 然后呢 这个女的就领着孩子 骂骂咧咧的走了 那天的事情之后 其实我挺后怕的 我很庆幸孩子没有养成那种讨好型人格 一旦养成了讨好型的人格 一辈子就会把委屈自己成全别人当成人生信条 这样会把自己搞得很累很辛苦 其实累点辛苦点还是次要的 关键是你越讨好别人 别人就越不把你当成一回事 就越看不起你 而你呢也会越来越觉得自己一文不值 所以人有时候还是首先要听从自己的内心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先聊这么多吧 我是爱闲聊有观点的小郭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接着聊更有趣的话题 再见